哈喽大家今天呢是一个经手检查 然后发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是一个Picotin 18 颜色是五叶蓝 搭配的五金是金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执着于某种颜色 这位新主人 这个包包的新主人 他就是很执着的 之前找我问我有没有五叶蓝金扣的 非常非常明确这样的目的 五叶蓝金扣的Picotin 18 那我就留意看自己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性价比很高的配置 那后来是调货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包 从他的小票上看得出来是 2021年6月1号出装柜 Picotin 18 颜色是CCRZ 那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了小票 的确是不太好确认到 它的原始的色号是什么 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来说 我们说在找特定颜色的时候最好是能有票的 对不对 那这个呢是它的皮革保养说明 然后呢就是里面的这个包 在聊这只包的时候 我们也一并聊一下 我们怎么去看一只包是全新的 其实我一般不说某一个包是全新的 经手的包我都会说999新啊 或者是 或者是未使用品这样的描述啊 如果你说它是全新的 往往带来的是一些 一些客人他会 用放大镜去看这个包 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我们知道爱马仕的包包都是手工缝制的 它在制作过程中在储存过程中 往往会有一些 嗯不像至少不像iPhone的生产线那样啊 拿出来都是贴着膜的展新展新的对不对 那一连指纹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包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生产线上的那种 评判标准 这个包包呢是它的所有的钉膜都在 钉膜都在的基础上 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看这个钉膜 有没有在比较硬的平台上面放置过 如果放置过它的钉膜 要么就会容易脱落 要么就会有一定的消耗啊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经验的话 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同时呢就是它的边角的痕迹 一般来说如果有使用的话 它的边角是更容易碰到的啊 蹭到的 所以看一下它的边角就知道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使用感的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啊 有一些包它的使用感是来自于它皮革的变量 像这样呢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刚刚从装柜出来的哑光的感觉 我们也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低刻的 低刻的为使用的 它们两个的这种亮度其实是接近的 如果像我之前有经手过一个BQ1022 那在清洁之后其实是看得出来还挺新的 但是这种新呢 就没有了这种哑光的感觉 这种哑光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的变成 有一点亮度 所以这是我所能够描述出来的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啊 比如说它里面内里 内里我们之前经手过的那个BQ1022 它的使用感除了刚才说的亮度啊软度啊 还有就是它内里的这种绒毛会参差不齐的更明显一些 像这种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参差不齐的感觉 但是那样的就会更明显一些 长的部分就会很长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在使用BQ10的时候 也会带给它的一个变化 如果大家想要自行去判定一个包包是二手的 还是还是全新的话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边游的消耗怎么样 或者它的缝线的消耗怎么样 所以这是这是我所能够描述出来的 不一定涵盖所有 也不一定就能决定这个包是全新的 还是还是使用过的 因为我觉得在任何行业评判一件事情 可能还要加上加上商家的良心啊 所以所以很多事情不太好 更多的去讲 看一下还有它的钥匙锁 这个锁如果没有使用的话 它的原始的膜 大家也应该去知道 它原始的膜的状态是什么 以及它的底部 像这样比较新的至少低刻歪刻 往往会见到它的锁上面呢 还会有方框的这种可能是硅金属标志 有这样的标志就会更容易鉴定它的真尾 上面的手工痕迹还是很明显的 在辨别真尾上可能 Picotin它的鉴定点就会比其他包包少一些 它可能就从年份刻印啊 底部的三行logo去鉴定它的真尾 除此之外 其实还会有底钉的一些呈现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更多了啊 气味也是鉴定的一部分啊 它没有太明显的属于它颜色的气味 另外呢 我们也是对比一下黑色和午夜蓝啊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黑色 其实它们还是有色差的 如果在光线不强的情况下 它很容易看穿黑色 但实际上稍微有点光线 在对比的情况下 蓝色的这种特性还是很明显的 好的 今天就是陪我一起来工作了 经手一只Picotin18 分享一下新主人的喜悦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